科学员,大家好 这节课是我们文件包含的最后节课 主要讲解一下文件包含get shell 我们来看一下目录 这节课主要是以一个实际的CMS例子 讲解一下文件包含 然后进行get shell的操作 我们来先看一下这个漏洞代码 有一些有编程基础的朋友就能看懂这个代码 主要是是否有metaid这个值 没有的话就设置为index 再然后就是如果这个metaid不等于index的话 就包含metaid 然后点上php这个文件 require once跟include once include 还有require的区别 主要是require是你包含之后 如果遇到错误代码 它就不会往下执行 而include还继续会往下执行 如果会爆出一个小错误吧 我们来看一下啊 刚才看了一下漏洞代码 我们现在主要是来进行一下利用 我们先到服务器上看一下 是不是这个漏洞代码 这个是存在漏洞的啊 版本这个是不存在漏洞的版本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文件里面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啊 是是 如果没有这个值的话 就设置为intex 如果不等于intex的话就包含 这里面可以看到 这边是拼接成功了 拼接起来的 当然这个是get提交过来的 我们来实际演示一下 把他有漏洞的版本 message in-sing.php meta-id 如果有值的话 当然这边 这个包含呢 是 如果开启了 law.urlinclude 如果等于 on的话 我们就可以进行远程文件包含 我们先看一下 是不是 我记得当时上一节课讲的时候 已经把它开启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是可以进行远程文件包含的 我们就包含在他本体搭建的 用IS搭建的另一个服务器 2.18 它正在角色者端口上面 3.php 但我们可以想到我们在包含的时候 会发现它应该是包含了3.php 然后后面又加上了php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不用输入.php 它会自动凭接成3.php 是不是 那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它已经成功包含了 我们去呼吸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包含的这个文件 我用小前锋一键搭建的 当然这个是不解析的 不解析3.php文件 这边就拼接了一个3.php 对吧 当然我们还可以通过另一种方法 在开启是远程文件包含的时候 我们可以通过用问号来截断 后面的数据它 它应该是这样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先把它改成3.php 3.php 3.txt 平接一个3.php 这个时候我们在服务机上上传的是3.txt 或者你在某个地方上传到一个gpc图片 看一下 3.txt 我们用问号截断 这个地方为什么用问号截断 它问号用α解析的时候 会把它后面当成一个参数来解析 但是它发现3.txt是非php可解析的那些文件的时候 后面就解析参数的时候 就直接丢弃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操作 我们来看一下 实际就是这样 你可以看到也是可以执行了 小心一下 也是可以执行了 这两种办法都是可以的 看大家的选择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修复的代码 修复的代码这边前面跟刚才一样 后面这边主要是 已经写死了 直接就是包含了 message.php 不会再从参数里面获取到值 然后在拼接之后进行包含 文件包含的主要修复方式就是直接写死这种方式 千万不要进行动态获取的 最后呢感谢大家的收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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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